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在99年10月16号 开馆营运的蓝阳博物馆 今天欢庆开馆三周年 县长林聪贤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及地方文化人士都出席盛会 期望蓝阳博物馆为宜兰的文化观光 持续注入火力 蓝阳博物馆欢度开馆三周年庆 特别安排太阳爵士乐团 壮山新凉乐团带来了精彩表演 现场林聪贤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前文件会主委陈锡南 及地方文化人士 一同将象征生命以及繁荣的盆栽 帮助家形状的小温室当中 期望南亚博物馆作为 宜兰文化发展的重要发展据点 带领县内博物馆家族一起成长 茁壮为宜兰文化观光 持续注入火水 我们99年才开始 5月18号开始试营运 然后慢慢地受到 全国各地的好朋友的支持 我们第一年就有90多万 第二年就110多万 那到现在我们在今年到13号 月子也将近60万 所以今年应该也可以稳定到一定的这个数字 担保护生地区 给这种的影响 不只是文化味的影响 三亿 和所有的这个 地界和口感 都有兴致的很大的影响 来到国防 南亚博物馆庆祝开馆三周年 也举办2013博物馆月的系列活动 分为两大主轴 包括了论坛以及展览 当中论坛将在10月18号以及19号举行 以破坏宜兰县下一个阶段 博物馆事业的新愿景以及发展策略 也希望让来自全国各地 关心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人士 有交流的平台 宜兰南洋平原就是一个博物馆的这样的概念 从这个馆在做硬体的建设 我们就培养在设造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南洋平原的很多的乡镇里面 值得保存传承的这些地方文化馆 文物馆都把它一一的指定起来 那目前现在博物馆家族 已经有60个了 60个博物馆家族的成员 那在这里面 类博物馆的形态非常非常的多 这也是在吴化宜兰或者是宜兰现在 让大家喜欢到宜兰 赤芝14亿历经18年终于在2010年10月16号 开馆营运的南洋博物馆广受游客的喜爱 今年游客已经有近60万人次进入稳定发展期 而今天庆祝活动也特别颁证文物的捐赠 感谢状给捐赠者 感谢他们为宜兰文化保存无私的奉献 宜兰新闻记者石市民采访报导